如果你真的不一定要有 藍白的場徽的話 來看看今天進到我們棚內的這一款 它一樣兩百萬 但是給你的是超過三百匹的馬力 而且它的空間也足夠 還有一個就是很香的紐柏林模式 你會不會這樣選呢 其實在這個 如果你沒有品牌迷思的話 我個人覺得你可以看看考慮一下 一樣是進口品牌 但是你可以抓到更精準的預算 是兩百萬以內 我們現在進棚這一台是Golf R的SE 就是Special Edition 那它就是新年式的版本 它其實少了一點點東西 但是多了很多東西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新年式版本又多那麼多配備 是不是要漲價 其實沒有 你剛剛說兩百萬以內嗎 還是 對 兩百萬以內 我想說我有沒有聽錯 我記得只要R 好像除了那個T-Rock R 是兩百萬以內 其他都要不過兩百 不是嗎 是比如說像剛才剛剛有提到 其實像Golf R 現在售價是兩百零七點八萬 是不是 對不對 那賣得很好的提款R 現在已經要兩百一十六萬了 對啊 對不對 當然現在因為確實是很多進口品牌的 大家都在漲價 對 那也是因為一些之前的原物料 還有一些零件的供給 甚至配備的增加 會讓這個車輛的售價 會慢慢的堆疊上去 但是我剛剛講 我們現在進棚這一台 Golf R的SE版本 它竟然 它竟然是降價 所以觀眾朋友 你沒有聽錯 是兩百萬以內 所以是一九九點八萬 你就可以買到這一台 正R 好 那外觀上面其實都差不多 我們一樣可以看到R系列專屬的一些套件 還有外觀的一些設計等等 然後當然車側其實也是一樣 這些東西都跟R的一個 它的一個性能的配備 都是一樣 但你說Special Edition 對 Special在哪裡 Special Edition 它會多了R Performance的套件 最主要就是多了 剛剛冠儀一開始 就破題的 扭柏林的賽道模式 然後還有Drift Mode 就是甩尾的模式 那其實它跟之前的R 就差在它沒有NAPA的跑車座椅而已 對 是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台車真的非常值得 跟大家好好介紹而已 沒有跑車座椅 我不在意 但是因為它兩百萬以內 而且它又多了 扭柏林模式跟甩尾模式 我覺得以前都要加價 對 那其實基本上外觀看起來 好像都跟一般的Golf R 沒有什麼不一樣 沒錯 多了就是後面有一個大型的尾翼 這是那個大型尾翼 也是算是這個版本專屬的 先備車版本才有 真的喔 對 就多了這個大型的尾翼 所以你說R的Vari Young 就沒有對不對 是 所以基本上外觀看起來 跟一般的Golf R 沒什麼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細節就藏在裡面 對 好 那你打開車門 讓觀眾朋友來看看 好 它基本上它這台車 它就是在內裝方面 還是有很多 我剛剛已經講過說 它現在這個座椅 窗前座椅一樣都是跑車座椅 但是不一樣的是 材質不一樣的 材質是用織布跟擠皮去混搭而成 對 所以它的一個 當然該有的一些包覆性 還有支撐性 我個人覺得是沒有問題 那Rick 我們就進到車內 帶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有哪一些在車內是有 特別版本的好不好 好 怪你 那其實Golf R的SE的版本 其實當然就是多了這個 R的Performance Package這個版本 這個它的一個設計 那它最主要就是多了 這一個駕駛模式的切換 你看這個模式切換是從這邊 對 就這邊按 然後它比一般就多了兩個 分別是飄移的模式 飄移 對 然後還有這個Special 那就是扭柏林的賽道模式 對 它讓飄移的話 它當然會把扭力進行一些分配 然後讓ESC減緩它的一個介入 還有讓它的延後作動 所以它可以讓你的車輛 進行適當的一個滑移 飄移的動作 安全的飄移 對 然後我們看到它這個 扭柏林賽道模式的時候 你會覺得感覺好像 應該是非常Hardcore的對不對 因為就是我要做賽道成績 那其實它的一個懸吊 會比一般的 比如說賽道模式 再設定的軟一些些 就為了要做出更好的成績 因為它設定成績 要把它設定的軟一些些 實際是要讓整個四輪的輪胎 貼體性更好 因為它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扭柏林雖然是一個賽道 但是它其實算是一個 高速的環狀的賽道 所以它需要在那種 有路面起伏 高低起伏的狀況之下 它希望這個模式 可以幫助四個輪胎 緊緊的貼近地面 這是它這設這個模式的 這個用意在這裡 原來它其實這個 R Performance Package 如果是之前沒有標配的話 全配就要6.5萬 對 我知道 是 然後甚至把電子線速 我們知道像Golf R的 它之前的電子線速 基本上是250公里 它現在已經提高到270公里了 是因為有這樣的尺寸 對 有這個 這個 Performance套件 它才有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OK 了解 連HUD還有顯示 以前就算Golf R GTI 全部都要全配 現在也標配 不到兩百萬喔 所以我跟他說 一般新年是 你加了這麼多配備 嚴格來講 你應該是要漲價才對 對 沒想到它還降價 對不對 還多了 A柱這邊都看到了 哈門卡等的音響 這些全部都是在這個Golf R的 S1版本特製版 你都有了 它音響設備 還是給你這種知名品牌 大廠的對不對 對 只是說你剛剛有講到說 差異是在於說 這個座椅的部分 我覺得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沒差 觀眾朋友不知道那個想法 你自己也覺得吧 我覺得光是多了這些配備 如果用這個座椅 來換這些配備 又不到兩百萬 絕對是這個版本比較划算 是 CP值超高 我覺得車廠就想辦法 把你的錢從口袋裡面 給它套出來 雖然說需要等車 但是我個人覺得 在這個目前這個市道底下 各個進口品牌 不管是豪華品牌的一般車款 甚至高階的車款 都在漲價的期況之下 我覺得Volkswagen做這一步 下這一步騎 推出這個產品 我覺得是非常聰明的選擇 而且你兩百萬 你這樣開出去 別人其實懂車的人 甚至於他的身分地位 外觀的整個扮相 大家都知道你開的 絕對不是一般正常的Golf 對不對 對 絕對是就是性能的至尊 已經頂到天的這種 至尊的這個性能車款 沒錯 但我們講到兩百萬 你一樣可以選擇Golf 你也可以選擇像BMW 3系列 還有剛剛我們講的什麼 2系列的Coup 如果你更聰明一點 或是有些人想法不同的話 像德哥他就非常熱愛跑車 如果把這兩百萬拆成兩個部分 等於你是可以買兩台車 德哥你會怎麼樣建議大家呢 其實這個感覺就有點像我們去素食店 你去點A燥攤或是B燥套餐 就是看你想要吃什麼 比如說如果我都沒有車 我只有兩百多萬 我當然要買318 為什麼因為體面嘛 然後本來就是我喜歡 又有駕馭樂趣 可是現在又有一個B套餐 也蠻誘人的 那組合是怎樣你知道 其實以輕跑車 一百多萬的輕跑車 我自己是買那個GR86 可是你知道現在買GR86跟買法拉利一樣 你要等三年了 哇 而且他現在又漲價嘛 那你就覺得好像比較沒錢 所以B套餐有什麼呢 B套餐就是你可以買MX-5 就是Mazda 小跑車又開箱子 然後呢他大概一百三十五萬 然後剩下的錢呢 你還可以買一台這個 這個Carola Cross 對為什麼 因為你要載家人嘛 你買MX-5 基本上你只能載狗 對不對 你基本上就是你只能自己去兜風 或是戰女朋友 對 就是沒有辦法涵蓋食用性 那這個B套餐呢 這兩台加起來 你Carola Cross不要買高規的 你買八十萬五的 兩個加起來兩百一十五萬 點五 好像也不錯啊 而且你又可以帶給你那種幸福 你假日的時候開MX-5 平常上班的時候開這個Carola Cross 對 所以這B套餐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推薦 說到這兩百萬還真好用耶 因為接下來帶大家來看一下 新車這個訊息 如果你有兩百萬的話 你會不會買這一款呢 萬眾矚目 大家說福特的這一款車呢 但是它的入門價 甚至於它的頂規價錢 等於已經可以摸到 Audi的E-Tron了 這個電動車 艾達你怎麼看呢 其實今年初的時候 福特有跟大家預告 就是說它這個電動車的 Mach一會來 也就是說這個野馬的電動車 觀眾朋友們不要聽到野馬 就覺得是它以前這種跑車型 其實它這一次是改了野馬為名 但是卻用上了是所謂的跑格的休旅車 它其實並不是那種四四方方 你看它是一個斜背造型的設計 但是車頭車尾都還是有著野馬 原本的一個圖騰 非常的漂亮美觀 我相信也很多人蠢蠢欲動 準備要買 但是大家都在猜測說 這個野馬的電動車 也就是Mach一 它的售價會落在什麼地方 其實就國外的一個售價來看的話 可能大家推測入門型的Mach一會落在兩百萬左右 那但是頂規設計可能就要摸到三百萬 那當然三百萬你就會有很多的選擇 以之前來講的話 三百萬只有這個 ODI的E-Tron的Sportback可以去選擇 那讓Sportback在之前 它也有一個相當不錯的一個穩定的銷售 但是在BMW的IS推出之後 它大概就變得 大家跑去買這個BMW的IS 所以三百多萬買一部豪華品牌電動車 對台灣消費者而言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就是說以野馬這一個為名 它有沒有對台灣消費者 對於三百多萬的這個吸引力 接受度 對 它的接受度會落在什麼地方 也是坦白說就是品牌價值 但是如果說用兩百萬的入門型 你要知道這個車格 其實是屬於中型的跑旅車 是喔 中型的跑旅車 如果在台灣你要用兩百萬買一部電動車 你可以買什麼車 現在也可以買KIA EV6 頂規的喔 IONIC 5也是頂規的喔 是的 那當然KIA的EV6跟IONIC 5 也是屬於跨界的這個休旅等級這樣子 但是它的車身車格稍微又小一些些 稍微又小一些些 同樣用兩百萬你可以買到KIA 韓國韓系的中小 2 2 3 4 4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